伊朗总统出访中共国 从原计划三天半缩短到两天 请问七哥 这中间发生了啥 事很大 莱斯汀在中国跟习四皇最核心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哈美尼一之后 我要掌控所有的不是四千亿 实际上已经达到七千亿的财富和石油 然后让习四皇要成为到现场来出席的 访问的 而且向伊朗政府承认 宣布我们愿意把这权利给莱斯家族 这件事让习是有条件的 我可以给你背书 我也支持你莱斯 我也同意把中国的石油继续给你做 这些财富归你调薄 但你要帮我一个忙 这个但是太机密了 我不能告诉你们 过一点说 第二条莱斯提出来 他要对以色列动手 他要气球 他要更多的无人机生产线的技术 习非常清楚的告诉他 气球可以给你 生产线都可以给你 但是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办 把整个伊朗南部 他有几个码头军事基地出游港 特别是跟那个 阿联酋中间的几个岛的几个军事港 还有上面那个岛上 还有已经有的军事基地 航空基地 已经荒废了 必须无条件的 租给我 一百年 一分钱没有 就是共军 要入驻伊朗南部 霍斯湾 阿里亚港 还有他那个 油阿里丘之间 那个小岛上 有一个军用机场 是这个二战后荒废的 现在已经是地下工程快完成了 包括伊朗的那个石油储备港 它全部都要接过来 这就对巴基斯坦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 马洛加海峡 甚至对整个大运河 埃及大运河 都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